民族问题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地区性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应该说在几千年代历史长河中 我们各民族共同守护了辽阔的疆域 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大格局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的制度和政策 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重点的有这么几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实行区域的自治 设立自治的机关行使自治权 二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保证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三是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和创建 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四是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我们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扎实推进新边复民行动 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按照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要求 目前我们民族地区现行标准下 321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 民族自治地区420个贫困线 已经全部摘茂 五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 我们尊重少数民族分属习惯 传承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 尊重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 56个民族就像16字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